加拿大鸦片类药物危机升高 但尽管有不少一届政府公务员和倡导者呼吁让毒品飞行石化 但总理特鲁多说他不会支持这个想法 因为这并非解决问题的灵丹妙摇 疫情当头令安省BC省和亚省有关毒品过量致死的人数不断增加 要求硬毒品飞行石化的声浪又再次升高 但特鲁多周三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CBC访问时提到 目前不考虑这个选项会进行其他方法 例如让需要者能更安全地获得鸦片类药物的供应 特鲁多承认鸦片类药物危机更多的是健康问题 而不是司法问题 超过60个官员和团体 包括加拿大警察局长协会 BC省长贺景 BC省医疗卫生官和多伦多满地可的医疗卫生官等 都呼吁联邦政府应该拥有少量硬毒品合法化 以减少与鸦片类药物相关的死亡人数 最新的数据显示 自新冠状病毒疫情爆发开始以来 死于非法药物过量的人数激增 BC省6月份的数据显示 因毒品过量而死亡的人数 较去年6月份增加了130% 死于最高浓度分泰尼的人数也有所增加 尽管BC省府在春天扩大了 对安全处方药物供应的管道 但因为疫情导致吸毒者无法进入安全注射屋 使他们在家里自我食用药物 过量用毒的风险增高 此外政府官员也说 边境关闭也扰乱了通常进入BC省的毒品供应链 本地出现了一些没有经验的毒品生产制造者 让其品质变得不可预测 联邦政府上星期宣布拨款给 多伦多Parkdale Queenwest社区卫生中心58万元 该中心将用这笔钱 向吸毒者提供制药公司生产的药物 以免他们中毒 渥太华并宣布对联邦禁毒政策进行调整的步骤 包括为改善有监督的消费场所提供资金 还指示联邦检察官 只能对最严重的毒品拥有者提起刑事诉讼 多伦多表示 正在积极地努力确保安全供应 以防止可怕的芬太尼在社区街头流窜 这就是其向前迈出的一步 无需采取非形式化措施 在积极地努力标准备 在积极地努力标准备